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鵝美食這個頻道 我是杜師傅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就是 芋頭南乳扣肉 這裡有材料 五花肉 400克 芋頭 400克 我們將芋頭切件 五花肉 最好選擇 這些間隔比較均勻的五花肉 芋頭挑選比較輕身 澱粉質重 燒滾一鍋水 將五花肉進行飛水 水滾後 飛三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了 這個五花肉 就滾了三分鐘時間 我們將它撈起 備用 水滾乾 水滾乾 還有餘溫的時候 塗上老抽 把老抽 塗上後 讓它輕輕風乾 這個作用 主要增加皮的顏色 燒入一鍋油 我們將油燒到大約 170-180度 大約 筷子放進去 有多少抱起的 將芋頭 拉油 拉油的芋頭 兩分鐘時間左右 就可以了 拉到它硬身 和有多少顏色 我們的芋頭扣 就蒸起來 就快脆軟 而且它不會爛 它不會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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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炸好之後 我們這個五花肉 基本上 吹乾乾了皮 那我們同樣 是 把它拉油 拉油時間 約2至3分鐘就可以了 拉油 那些五花肉皮 它就肥而不利 有點口感 皮的顏色就比較美觀 可以增加食油 沾花肉皮的時間大致是2至3分鐘 看看效果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顏色很美 這塊五塊肉炸好了 芋頭也拉油 下面介紹一些材料 蔥頭、蒜頭、薑粒、陳皮 這些材料我們備好之後 將南乳兩塊 放少許白糖 放少許鹽 放少許酒 放少許胡椒粉 放少許生抽 我們將南乳 泥爛 用一個平體鑊 爆香尿頭之後 將南乳煮香 將一個平體鑊 燒熱後 加入牛油和果油 先爆熱的 再爆香 將薑粒 陳皮 尿頭爆過後 是特別香的 紅蔥頭 現在炒一下 我們都聞到有些香味 炒到金黃色之後 就放上我們剛才做好的 南乳醬汁 和尿頭攪拌均勻 至於增加它的香味 經過這個工序 那些醬料是很香 和特別惹味 爆香了南乳之後 我們再加上一茶匙的蠔油 將它攪拌均勻 我們就準備改了五花肉 現在我們將五花肉 改到大小的規格 和那個芋頭的差不多 差不多大小便可以了 切片之後 我們就將醬 把它拌均勻 切到這個大小便可以了 把五花肉 把五花肉放在一個碟裡 將爆香了的南乳 將五花肉 把它拌均勻 把芋頭和芋頭 把它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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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造型就是這樣 一塊五花肉 一塊芋頭 把芋頭拌均勻 放在一個碟裡 將它均勻 將芋頭放在一塊兒裡 把芋頭拌均勻 現在這個芋頭拌勻 放在一塊兒裡 沿過20分鐘左右 梳腿後 將芋頭拌勻 更加浸透 在裡面的芋頭中 把芋頭墨頭拌勻 把芋頭拌勻 將芋頭拌勻 準備蒸放40分鐘 水滾後, 改為中火 大約蒸40分鐘左右 用筷子鎖 就可以關火 現在這個芋頭扣肉 實際上蒸了45分鐘 用筷子鎖 已經很軟 這個芋頭扣肉 要做到色香味型 現在它的顏色和豬肉皮 它有色 就增加它的食用 豬肉皮炸過之後 它就爽脆 和肥而不利 這個南乳汁 就一定要用尿頭爆破它 這個環節 是很重要 影響到整個芋頭扣肉的味道 如果大家喜歡 就在家裏做些品嘗 喜歡這個視頻 請訂閱, 分享, 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見 拜拜 拜拜 你記得訂閱和點讚 我的爺爺的頻道 多謝大家 按讚 感谢观看